人类的睡觉 它不能等同于简单的休息 实际上是给我们整个大脑 一个放松的可能 如果你一直都 处于不到这个放松的状态 那你可能就会 积累更多的严重 带来的结果就是会让你出现 比如说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 甚至会加速一些早老性的 退行性的疾病的发生 比如说二次海默等等 那这个过程中呢 一天24小时 绝大部分人的睡眠时间 不会低于6个小时 但是高智障的睡眠 日后人连开就差得就大了去了 同样都是6小时睡眠 如果你能有1小时的高智障睡眠 和你能有4小时的高智障睡眠 它给你整个身心的放松程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睡眠可能会成为 未来大健康领域 特别叫我们气肉口 我们今天也知道 其实非常高的比例人 都有睡眠的问题 那这个睡眠的问题的 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睡眠前的 交互性的社交互动太多了 回信息 刷掉视频 打游戏 太兴奋了是吧 对 是这样子 比如说打游戏 你是在一个争强好胜的状态 如果说你在做一个小说 没有跟完 你就会出于一个 哎呀 怎么没跟完呢 看电视有这样一个问题 发微信就会给你带来 很多的一些碎片 所以应该强制在睡觉前半小时 不要去干这种碎片法的东西 因为会让你大脑特别乱 比较适合的 实际上是去做一些 比较温和的拉伸运动 比如说压个腿 会于家的做个球 同步的可以去听听音乐 看一看书 尤其是知识类的书 看一看是比较舒服的 看知识类的书就是在思考 你要跟上它的节奏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你容易被带到 一个大脑的一个 相对的高能耗状态 但是它不兴奋 它很累 它一直在跟着 对 就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如果你看这个书 信息量很大 或者是对你来讲 是有难度的 有点挑战的 其实是容易犯困的 我一直说这个睡眠 可能能做得到的话 最好的方式是规律 规律睡眠实际上 是让人长期去保持 一个较好的睡眠质量的 一个有效的事情 以前我听个理论说 补觉是补不回来的 理论上讲 我就熬个五天夜 120小时 我再连睡个五天 你能连睡五天吗 你睡不了吗 所以这个过程中 其实欠的觉 一定有办法补 只是这个补有的时候 让你很痛苦啊 甚至我们很多的人的早衰 精神衰弱 一语造狂 两极紊乱 都是在这个时候慢慢出来 但是还是要补 因为如果连这个觉都不补 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看到了 有非常多的恶情疾病 他的年轻化的趋势很强 比如说这几年 我们听到最多的 就是各种在基金从业人 投资界的朋友 就加班初死的 三十几岁四十来岁 因为他每天两个班 白天他要看A股 晚上他要看美股 这个过程中他没有教税 他在拿命了去换钱 但问题是这个补不回来 所以很多已经困得不行 然后美国半夜给你来个电话会 大家就为了去抵抗 喝这种高浓度的 咖啡 出去跑一圈 交个浓水走 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不是奔着走死去的 如果你有猝死基因 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明确的反应 比如说你会心悸 心慌对吧 你会感觉像地震 就整个人站不稳了 你可能有一过性的脑缺险 你就是攻击失调 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 其实人在猝死之前 上帝已经告诉你无数次了 只是你一直忽略它 你不听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到一定年纪了 我们有的时候想开点 可能这么走了 也不是 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至少比折磨你个一年两年也好 但是如果你只有三四十岁 你可能对不起的人就太多了 你让太多人会想念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其实你自己睡觉 不是为了你自己 你有太多的责任了 钱是挣不完的 我有一句话叫做 如果你不休息身体 身体就会一直想办法休息你 如果你一直还不休息 它就让你永远休息 那像您平时也是这么实践的是吧 是这样子 打盹 高手都会打盹 要学会自己 迅速能够回血的方法 在心里面可以去默念一个 你可能喜欢的东西 不一定年纪 你可以背个古文 听一段音乐 闻一个熏香 闭会眼睛 可能五分钟 如果你真能心无旁骛地 坚持五分钟三百秒 把呼吸配合上 那你起来以后 可能又耳目一新了 这个我记得之前您讲过 说冥想可以改变基因表达 对吧 证据越来越多了 有些人可能好好的 拿了一个体验报告一看 一次中流可能不是 可能就是个炎症 结果下的了 几天以后 自己不自己搞死 有啊 他们叫心身疾病 是吧 就是由心理原因 导致的身体疾病 这个是不是特别多的报告 其实不是纯粹的心理原因 我们最近一直都在试图 去说服大家 心理和生理是一回事 物质和能量是一回事 你的心理问题 都要消耗能量 它都会在你的基因上有表达 都会引起你一系列的 气质性的变化 也就是说 所有的人都应该以乐观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 而不是说 我就肆意的 我今天悲观 就让这个悲观的情绪逐渐的去放大 你可以崩溃 但不能一直崩溃 脆弱的反义词不是坚强 脆弱的反义词是反脆弱 不脆弱就行了 你不能说 我脆弱 我就让你坚强 这其实大家很难做得到的 但是在这一刻 和自己去取得一个谅解 这事没多难 但是也要去训练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的问题 都是要训练出来的 我们过去都明白 只要跑步就能强身 但是我们很少有人相信 我们按照一个正确的方法去思考 你是可以见到的 本身这两个方式是一样的问题 就像我们说有一个时刻 叫尤里卡时刻 就是阿基米德 在福利实验的时候 哇 我知道了 他自己就会大喊这个 我们在面对很多的一些 处理旁通的时候 哇 原来是这样子 我遇到过 那这样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如果你藏心都遇到了 就会让你这一天都很兴奋 因为一天只要有一件 有成就感的事让你做到 你就OK了 所以你知道 如果想让孩子今天有好心情 要做什么 早晨起来想办法花式夸他 让他带个好心情去上学 然后睡前好好夸一下 就是幸福的孩子 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 不幸的孩子 一辈子 治愈童年 都在治愈童年 那幸福的一天 全在早晨那一顿夸 而幸福的睡眠 全在睡觉前的那一顿夸 花式夸 具体的夸 夸一些他能做到的事情 鼓励他一些正向的东西 这个过程中 家长看见孩子高兴 自己也高兴了 而不是踢猫教养 对吧 看见什么都不爽 最后这一天都是很糟糕的 所以归人结底 不要见不得别人好 而是即使自己不好 也要让别人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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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